这种附膜应该拿来干什么呢 全是M 最主要他要抢夺呀 那就得是你了 亲爱的变色龙 众所都知 变色龙的染色料 这可是很值钱的 666666一MC值 直接卖掉 现在我拥有了99亿 够吗 不够 100亿 200亿 300亿 400亿 直接我的EMC值突破400亿 咱就说这大三菱里边真是有宝贝啊 这变色龙就是珍宝之一 但是这个数量太少 我们可能不太好找 所以我们开启了游戏自带的这个F3加B 这个叫做实体碰撞 这样的话 只要它是个实体 就会被一个白线框出来 有利于我们找到变色龙 这有一个长得跟变色龙差不多的东西 可惜它是个鸡 鸡是不会掉这些染色料的 这是我们的出生点 出生点附近应该还是有非常不多 非常不错的变色龙的 因为这块生产的东西是最多的 并且我也没有打过一只啊 全都留着呢 第二只变色龙还能不能来 咱们定一个小目标吧 2000万EMC值 咱就收手 最后打个 按照一只400万的话 最后四只 差不多吧 四只应该就能够了 这边是不是有 这边怎么也是鸡啊 咱就是说变色龙难道绝种 刚打一只就不见了 这是不是 嘿嘿 找到了兄弟们 第二只变色龙 走你 这只看着有点瘦 看来这片的变色龙 有点营养不良 现在才500亿 距离2000亿的小目标 倒也差得不多 1500亿 我脑子的右边怎么那么疼啊 我有种被脑子 被被被虫子钻脑子的感觉 我不会这晚上 吃炸鸡 给吃的有点 吃出什么虫子了吧 我脑子有点问题 哦 怎么越说越疼 哦 脑子好像不好使了 兄弟们 哇那种 有东西在脑子里爬的感觉 我脑子怎么了 我不对劲 这脑子的感觉不对劲 有东西在爬 我在蠕动的感觉 哇这个肥 哇900亿 天呐 这还是一小部分 它底下还有 我的天呐 这一只这是 加值多少啊 看不明白了 500亿 这一只就500亿啊 然后还没完 600亿 一只将近700亿 这一只变色龙 直啊 像这种呢 如果再来两只的话 咱们2000亿的小目标 直接达成 有时候会问了 叶峰 你要这么多EMC值干什么 很简单 我要做无尽贪婪啊 哥 那无尽贪婪 那是好惹的吗 没有点EMC值 那敢玩呢 根本不敢玩 这胖子又在外边叫 关这个门 都能听见他的叫声 哎 一天天的 我一录视频啊 他都觉得我得跟他说话 你知道吧 他就在外边 跟我对话 生怕自己好像 就怎么说 有一句没跟我说上一样 再来两只呗 哎 又来一只 肥点啊 肥点 哎 可以 这少说500亿 嗯 看来我说少了兄弟 不是 我说多了 呵呵 这也就400亿 卖完以后 我们还差 反正最少还差个500亿吧 看 这是1500亿 再来一只比较肥的 就够了 最后一只兄弟们啊 最后一只 再来一只变色龙 变色龙有没有 不要绝住啊 大哥 变色龙 最后一只 哎 两只 那更好 这样的话 两只变色龙 就可以给我们 做一个完美的保障 这是1800亿 上面还有一只 往哪跑去了 你躲起来就有用了吗 1900亿 2000亿 兄弟们 达成小目标 2000个亿的小目标啊 虽然我们现在只有2000亿啊 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做一点点的 无尽方块 这个无尽方块是很贵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先回家 回到我们的草原大别墅 哦 我的龙还在家里 他们已经长得非常大了 而且在帮我看家护院 我随身携带的那条地狱龙很帅啊 现在还暂时没有怪物 不过一会儿要是开无尽方块的时候 那就肯定有怪物 做无尽方块 首先我们得做出一个无尽的工作台 也就是拿钻石 夏季之星 以及多个工作台 进行合成 像这样 压缩一下 再压缩一下 哎哟 这已经变成压缩工作台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